男生埋門一腳紋 可不可以不戴套嗎 這個問題 男朋友不戴套 借的時候紋出來就以為沒問題 香港現在的姓知識 嚴重的紋 Pathix是否你叫仔 嘩 你又夠膽讀的 你們夠膽讀 先一個月吧 看看還不中 還不再想 現在要抽獎 不就預訂加計會吧 預訂加計會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9月Q&A的時間 這個系列 我每個月都會收集大家的煩惱 然後在月底的時候 就會一一解答大家的問題 我們快玩不到 我們馬上開始這條片 好 怎樣才能認識你 你已經認識了 不是 他問你 不是 我說你已經認識了 我不認識你 嘩 好狗 何時再跟PatrickC拍ETV 其實這個是看他 不是看我 PatrickC是否你的兒子 嘩 你又夠膽讀的 嘩 你們夠膽讀的 不是 絕對不是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我跟他是 朋友 朋友 做Youtube最開心夢 最不開心是哪個位置 開心是時間自由 最不開心是說話不自由 你覺得你可以說很多話嗎 我夠膽的 我就不夠膽了 我夠膽的 有什麼目標是年尾之前想完成 10萬 10萬訂閱 但其實我發覺 我現在對於這個 我的競爭心 現在沒那麼強 你說我想不想10萬 我想的 但我沒有了以前那種 很想上位的感覺 剛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你知道有些話題是爆的 你會很想 一定要立刻拍 一定要早給別人出 但現在我開始沒有了這個心態 我已經是 這樣又沒有沒有 這條厲害了 男朋友不搵大套 借的時候 拔出來就以為沒有BB 嘩 如果香港現在的性知識 嚴重有問題 嘩 好不行 為什麼要這樣想 老實說 大家會以為我在說 這群人一定是混蛋 我有機會覺得 大家是性知識貧乏 我就不譴責 但是 我覺得 保護自己這件事 其實是大家的責任 他是不是說 不戴套 拔出來吃 你就給他不戴套 因為很多時候社會 會鼓吹 避孕一定是男人責任 通常說都是 但是 其實我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被人女生都很大責任 因為誰會有了 你的肚子大了 你男朋友的肚子 不會變大 其實最大責任的是誰 是你 我不是說要在這裡檢討受害者 但我覺得那件事是 你跟他同意了 大家都不戴套 你就要自己做其他措施 前陣子有個朋友 分享了 不是我 我戴你的頭髮 不是我 就說類似是 這個情況 最後說 我先等一個月 看看會不會中 還不再想 現在出發抽獎 神經病 然後我跟他說 爸爸不要不要我 神經病 我明白有時候 那些女生是 男生在門一腳問你 可不可以不戴套 有些女生不懂拒絕 你有沒有試過 說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試過 好冷心 我明白有時候 那些女生不懂拒絕 然後就 既然他這樣問到 好像 搞到氣氛不是那麼好 那當然 如果你說你鼓起勇氣 可以拒絕 就是叫他 你很佳戴套 那當然是好的 不就是佈定家計會 佈定家計會 真的嗎 但是我就是覺得 如果你真的那一刻 你是認同了 他不戴套這個行為的話 OK的 但是你要做其他措施 要不你明知道 你那個男朋友 他是不戴套 他不想戴套 而你是碎不到他的 要不我覺得 你要分手 又找到一個 會尊重你的男朋友 這是第一 或者就是你自己 做避人措施 我都試過 有其他女觀眾 是問我說 不知如何拒絕 男朋友不戴套的要求 那我是 真的很明白你們的感受 因為有時你真的 脫了衣 準備進來那一刻 他就說你 你不要做動作 哈哈哈 他在後面 喂 放下金魚 我明白有時 埋門一腳 大家脫了衣 他突然間就 BB 我不想戴套 行不行啊 是有一點 那一刻 你未必每個人都那麼 站得住 可能有些是 沒那麼站得住的 那就 挖了 說不戴了 你記得一旦射的時候 又拔出來 黃錶的 黃錶 OK 有哪一條不戴 OK 直播的黃錶 你知道嗎 對嗎 不知道 OK 總之我們是覺得 如果你自己不認識拒絕人 要不你就分了去找另一個男朋友 找一個你覺得會尊重 找一個戴一個不戴 哇 說什麼 我是一個女性朋友 是 一個男色 不是性癖 她真的有些 我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她真的找一個戴一個不戴 但她的大部份都是不戴的 我知道 老實說 我知道一說到這些戴不戴套 大家一定會覺得 男人是一定要戴套 但其實我的觀念是 只要大家沒有打算要生 而你們用任何方式 去做好避孕措施 戴不戴套不是重點 其實重點是在於避孕 好像張志恒一樣 我戴了 你不一定要戴套 你可以是去戴套 或者是女方 可能去吃一些 不是一些事後藥 不是說事後藥很傷 事後藥很糟糕的 是很傷的 但可能是吃一些 醫生OK 不會傷身 是有控制驚奇作用的 那種避孕藥 總之你們找到一個方式 去平衡你們的 身育計劃 其實就可以了 戴套很傷 戴套很傷的 其實說真的 對大家最舒服的 就是戴套 只不過我覺得性愛 很多時候都形容到 只有男人爽大 但其實女生都是享受這件事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真的覺得 大家現在經常都說平權 我是支持平權的 我覺得這件事 兩個都有責任 不是只有男人有責任 只不過是 如果你是有份認同 他不需要戴套 你就自己要保護你自己 因為套 最後戴套的會是你 不是他 那他一定是沒有你那麼緊張的 所以我要說這番話 不是去檢討受害人 而是最後 如果真的有了 最受傷的會是你 所以你更加有一個大的責任 去保護你自己 聽我外面有寶寶哭 是呀 小心點 你放在後 我從來都不會讓我自己 以身犯險 你一刻覺得自己 因為不成功 不是太成功 你覺得我成不成功 抱歉這個問題 我覺得你勤力 我不要剪片 說到明 總之所有的拍攝都不剪 對於結婚有什麼想法 尤其自然 這個答案不錯 女生比較說到 因為很少是女生求婚 就算我很想結婚 那我不會催人 迫我結婚 這個真是很冷心的問題 到底多厚臉皮才能穿到西勤衫 不用很厚臉皮 你拍片就穿到了 敬業巧業 他問了 嫁妹 台妹還是香港 但他又沒有說哪方面 我們逐方面探討一下 這個問我沒什麼意思 如果是女朋友方面 你覺得呢 但我沒有試過跟嫁妹一起 嗯 我有試過跟台妹一起 是 台妹 不用想 一定是台妹 是嬌柔一點 不是 我不覺得台妹的 我覺得是超過評分 高分一點 羊貌還是哪方面 羊貌我覺得大家差不多 但是那個 鑑姐 說普通話 鑑姐 差太陽 很有鑑姐 哎呦 那些 但其實沒有跌字 說真的 香港女生 比較兇 但台灣的女生會缺絕一點 外情方面 我自己女性角度 我一定是覺得港女好一點 因為嫁妹 我會覺得 你的壓力會很大 因為如果結婚 就假如你要養家活兒 養妻活兒 她不做事 嫁妹可能跟我們香港的結婚 大家的觀念有點不一樣 嫁妹可能是你自己來的 會開心 是不是 你來啊 我怕 你自己來 什麼 我沒怎麼跟台妹相處 相處 我覺得台妹是老婆 比較 港女就 不是 香港小姐 就 女朋友 比較 日本妹真的沒有試過 我也想試一下 日本妹一起 但台妹的老婆阿寶 就是例如說 你一頓吃飯 她99%都會幫你買好多東西 洗好東西 真的嗎 是 你跟台妹拍拖 她是會幫你洗好 老婆阿寶 就是她會幫你洗好所有東西 我不知道 我會這樣 比較多 對 愛情方面會開心 什麼方面呢 台妹 哈哈 不同的感覺 我都覺得 如果是論性格的話 我都會覺得 香港女生 應該比較 如果你選擇台妹 可能我也會選擇嫁妹 語言不同 我不知道她說什麼才是最好的 真的 好了 今次的9月Q&A來到這裡 很感謝大家的收看 未來每個月中 都會在IG有一次問答 希望大家到時會踴躍參與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